大家好, 今天是4月16日, 就是公眾假期的第二天復活節 今天就來這個魚種不同酸菜魚, 其實之前都來過了, 不過再試一次 它位於九龍灣的木陵街8號, 啟德1號, 1樓A號鋪 其實就是由啟德站D出口, 我們由D出口出發就一直向前走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出口, 向前走, 我們就上了扶手電梯 轉左, 一直向前走, 就會找到魚種不同的店 其實今天天都挺好的, 原生是行山, 或者是離島 但都知道現在離島也好, 行山也好, 全部都是塞滿了人 所以寧願出來吃東西, 或者去其他沒那麼迫人的地方 我們出來之後, 就沿著這些有隔板的地方一直走 其實之前, 上次來都是有隔板的, 不過每次隔板的位置就不同了 因為現在可能很多工程進行中, 都是比較迂迴, 都是轉左,轉右, 屈屈曲曲的 就會走到啟德1號, 其實走到最尾最尾的時候, 有分叉口 一會兒大家就會看到, 繼續向前走 這條路就不難走, 其實就是一條直路, 不過有一個分叉口 現在我們走到分叉口, 大家都是繼續靠左邊走 繼續向前走, 就來到啟德1號 向前再走, 搭電梯就會去到魚種不同 來到這裡地下, 它就沒有招牌告訴你 其實搭電梯上去, 就是魚種不同 這間餐廳呢, 都是相對比較大間的 我們今天打電話來問呢 因為假期, 都問她, 她都說不用訂位, 都可以吃的了 我們點半鐘來到, 看看這間餐廳是相對大間的 你看, 裡面很寬敞 還有那些職員都是比較勤力去打掃的, 可能因為疫情關係 周不時就是掃地, 抹抹桌, 都很乾淨 還有一樣東西, 廁所都很乾淨 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吃 而今天呢, 現在有一個新品上市 就是鯛魚, 比較彈牙一點 運過一些職員, 他說鯛魚就彈牙一點 鯛魚就是滑, 生魚就是爽 今天呢, 就決定吃鯛魚了 因為之前吃過, 鯛魚比較多骨 但是呢, 職員就說, 其實所有魚都是沒有骨 看下他的餐牌, 我們第一次吃這個 青花椒酸菜魚, 非常之辣 我上次就吃無血旺, 又是辣到飛起 所以這次呢, 我就改變策略了 吃他另外一個餐 無血旺, 如果大家喜歡吃, 真的可以吃的 有些鴨血, 豆腐裡面, 吸成辣汁, 很棒 吃得辣的就是, 我就不吃得辣 所以我就今次不再吃了 因為上次吃完之後呢, 吃到幾乎喉嚨痛 好了, 那就繼續拍個餐牌 看看有什麼其他食物呢 有水煮系列, 都是比較大鍋 其實有三四個人吃, 就比較好一點 因為現在限聚令, 就會差一點 然後有一人份量的系列 都是一些酸菜魚 一人專享, 有口水雞 下面呢, 就有一個花膠龍湯雞 我們選了這個 最後呢, 就有煲仔飯 那其實現在天氣好像熱了 那煲仔飯就, 視乎大家的興趣 那現在是前規的 還有一個四季的一人火鍋 有個湯底, 一鍋 就好像那些菜餐店那些 給你一個人一鍋, 這樣一鍋 這個就沒試過 那大家可以試一下, 還有有辣度給你選的 最後就是有些飲品 紅色字的飲品呢, 就是給你配個套餐加上去的 就會便宜一點的 那如果其他的呢, 就可能要加錢了 我們今天呢, 就點了一個老壇酸菜鯛魚 花膠龍湯雞煲 那呢, 我們兩個都是吃薯粉的 我們不怕蔥的, 就是走蔥 那很快就上來了 那這個就是花膠龍湯雞 那這個就是老壇酸菜魚 那這個就是老壇酸菜魚 有些鍋筍, 另外加了二十塊黃口的 這個, 因為沒吃過黃口 那還有加了凍檸茶就很甜 就加了七塊, 那這個就是薯粉 薯粉很大碗的, 不過呢 就黏得挺實的 那所以如果大家吃就盡快 就把它夾進去湯那裡 那第二碗出來, 還加大碗 那姐姐說, 很大碗啊 怕我們吃不飽啊 老壇酸菜魚, 聞起來很香 要吃過才知道味道是怎樣 那我龍湯雞呢 就花火龍湯雞呢 都挺多雞肉的 那都是雞腿啦 有些有大的雞肉啦 那有一兩塊花膠啦 那跟著有些菜啦 菜呢就是黃牙白來的 那都很大塊的 那另外呢, 見到了 那現在還有花膠啦 花膠都挺大的 那就是質素一般花膠 吃下去是很普通的 那老壇酸菜魚了 那這個呢, 這塊是黃喉來的 那這塊就是鯛魚啦 又要夾上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塊鯛魚 都很難夾一下 因為挺滑的 那吃下去的鯛魚呢 就真的很爽口的 那鯛魚的片數都有幾多片的 就是有幾多塊呢 我相信有幾多塊呢 也有七八塊啦 那另外黃喉加了 也有兩三塊啦 那另外也是有些黃牙白墊底啦 酸菜墊底啦 那湯底就比較辣一點 那如果吃辣的話呢 就可以吃一下的 那這個是黃喉 都看到有幾多黃喉的 那如果大家喜歡吃有咬的東西呢 不妨加黃喉 我個人覺得呢 黃喉非常之爽口 非常之好吃的 總共呢 吃了187元 然後到一天 吃完蒜菜魚呢 又找一個第二個地方走下去了 那想到去格仔山 那呢 就乘回地鐵去駱庫站 那大概走呢 10分鐘呢 就可以去到格仔山的啦 根據維基百科呢 格仔山呢 又叫做九龍仔山 這一個正名來的 或者雷達山 是高98米的 其實在格仔山附近 這一個叫做樂庫配水庫填色花園也是很漂亮的 都會帶大家去看看 去完填色花園之後 另一邊的路就會上到格仔山 格仔山的路非常容易走 老又咸宜 好了 現在我們就在樂庫站出口 一出來就靠著我們的右手邊 就會去到這個叫做樂庫遊樂場 其實是一個花公園來的 因為疫情關係全部關閉 廁所都關閉了 好 接著我們就沿著 公園 邊皮一直向前走 很有趣的 上去 鐵色處或者格仔山 他又不是 直接上去的 走著走著 就是這個路口 從這裡上樓梯上去 直到上面 就會去到鐵色處 其實就是沒有特別指示牌告訴大家 怎樣去樂庫配水庫 甜色花園或者格仔山的 不過呢 走了幾十級樓梯就來到這個平台 就是跳望到獅子山的 上到來 以為好幸運 看到人數不多 那就以為好好走 一會就知道 這個 就是樓梯上來的入口 好 這一邊就看到 一條很大的水管 這個應該就是配水庫 供應水的水管 封住了 拍不到的 這邊 那你就轉過左手邊 左手邊 就是一條路 就是去這個 樂庫配水庫 甜色 幽甜花園 一會在上去走 走很久就看到入口 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配水庫 幽甜花園 原來是一大片草坪 草地 不過呢 上到去 看到了很多人 已經 有路有亂 可能小朋友也要出來 放電 有幾天假期 不過大家就要走的時候小心一點 因為今天天氣不太好 但是風也很大 都比較多人放紙繞 紙繞的線就卡來卡去 如果不小心卡到 有機會戒到自己的一手 大家上的時候就小心一點 但是草地都已經走到光曬頭 已經變了沒有草地 好了 出回來之後 我們去右邊 右邊有條路 上格仔山 不是沿著直路走 就到格仔山 走到五上下 就有三級樓梯 要經過這三級樓梯 就下去 繞過這個 幽甜花園 才可以去到格仔山 其實呢 幽甜花園 和格仔山 有一個 鐵絲網是隔著了 是出不來的 就算有門也是鎖了 應該其實就是可以在幽甜花園 穿過這個鐵絲網 就過到來 但現在就是不可以了 所以一定要繞出去外面 走右邊的路 終於看到格仔山 看到紅白格 就是格仔山的所在地 根據維基百科所說 在啟德機場仍然營運的年代 格仔山就是13跑道降落的必經之地 而在啟德機場的移標 就會引導飛機 來到這個小山丘 而機師會轉向 進行目視降落 即是降落啟德機場 但是因為要有導機師 在正確的航道飛行 這個小山丘就塗上這個 紅白箱的格仔圖案 但是現在這個格仔圖案 就是 給小朋友爬下爬下 還有 就用來打卡拍照 機場都搬了 20多年 相信政府 在這個格仔山 都是有維修的 看到那些紅白箱 都是很鮮明的 這是格仔山的另外一邊 一條小路就走過去 看到相當大幅的格仔 游在山上 所以在飛機上面的機師 就應該會看到很清楚 我們走完格仔山 我們就不再走上去 經過這個優甜公園 離開了 我們決定 就是向格仔山 繼續向下走 就會落回九龍仔公園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角度看 其實落邊 比較難看到格仔山的 現在因為有些樹是擋住了 就會沿著這裏一直落 就去到 落回九龍仔公園 就經過一個洋齒驚園 這個洋齒驚園 都是一大片草地 都很多人在 玩 這裏就沒有人放置妖的 因為風比較少 所以看到草地上 比較靚 不過都聞到一陣陣的花香味道 不知道是不是洋子驚的味道 因為叫洋子驚園 好了 經過洋子驚園 就穿回去 又是下午茶時間 來到這家大城小廚 就嘗嘗它的潮州 河粉 我們就總共 就叫了兩個 下午茶餐 同樣兩杯飲食 一個就是 牛腩河 一個就是魚皮攪河 加兩杯熱飲 酒蔥 總共是八十元 都幾貴 四十元一個下午茶 好了 叫完之後很快 牛腩河就來到了 牛腩的質素都差不多 都幾好 都幾爽口 有幾條菜 芥蘭來的 檸茶就一般 都是幾個龍淡適中 看看河粉 河粉 像得很有勢 很有勢 很好吃 但有些評價 說它是未精黃 我覺得 我覺得就不是 另外 魚皮攪河 有五粒魚皮攪 好了 今天的行程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試一下 去完格仔山 就來這裡 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